另外一句塔斯社9号报道 正在库尔斯克方向作战的 车臣特种部队指挥官 而武装力量军事政治总局副局长 阿劳纪诺夫认为 乌军在库尔斯克方向的行动 由北约司令部领导 且在库尔斯克方向上 有很多法国和波兰雇佣兵